鮮奶油 我们来介绍一下做布丁线的基本材料 牛奶 鲜奶油 奶油 糖 鸡蛋 定筋面粉 玉米粉 我们先把 一体材料就是 牛奶 鲜奶油 鲜奶油 还有奶油 把它一起煮滚 那记得在煮鲜奶油的时候 在煮奶油跟鲜奶油的时候 火要小小火煮滚来 预防它烧焦 那我们一样把粉类一起过筛 把粉类一起过筛 筛好了以后我们的糖下来 然后呢蛋下来 下来了以后我们把它拌开 拌开就可以了 因为它浓浓稠稠的 那个糖可能没办法融化 那没有关系 拌开了就可以 那我们这边牛奶已经滚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面糊倒进来 把它倒进来 好 倒进来了以后呢 那我们赶快把它拌开来 不要让它沉底 不要让它烧焦 很容易烧焦的哦 有没有看到 浓浓稠稠的 有没有 焦凝状 浓浓稠稠的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好了以后 把它倒在我们的盆子里面 让它凉 凉了再来使用 布丁线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 鲦鱼烧的饼皮 那首先介绍材料 这是市售的松饼粉 牛奶 融化的奶油 鸡蛋 我们把这所有的材料呢 放在钢盆里面 然后把它拌均匀 诶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把它拌均匀了 诶这样就可以了 关掉吃拌鸡 那我们看看它 有没有真的拌均匀 有啦真的拌均匀了 好拌均匀就可以 那这钓鱼烧的烤模呢 一定要先行把它稍微热锅 热过 吃热锅我们把面糊放下来 那我刚刚已经开小小火 已经先热锅了 那温度不要太高 就是火苗不要太大 因为太大的话呢 你那个烤模太热的话 那表面可能一下就烧黑掉 那里面会不熟 好 那我们把它放上来 好 然后呢 我们让它尾巴有一些 面糊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已经开始在烤熟了 已经开始在烤熟 你看它冒大泡泡 表示它已经瘦了够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把布丁馅加进来 放在肚子的这边 那馅加上来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加一点点面糊 把那个馅的地方盖起来 馅的地方盖起来 好把它盖上来了以后呢 那我们再把扇盖盖起来 让它再烤一下 好了我们大概呢 差不多一分钟左右 让我们把它翻面看看 稍微翻一下 让它两边受热 比较均匀一下 好来翻过来 偷看看 我把它打开来 哇好漂亮的鱼喔 两条鱼好漂亮 哇 让我们把它移动看看 如果移的动的话 那表示熟了 挑挑看 你看 两只都可以活动了 两只鱼都好漂亮 好活活泼耶 好来你看 哇 哇 好漂亮 像监狱一样 放过来 放过去都可以 这就表示熟了 那希望你在家里 也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玩 亲子同乐